各位癌症新观点医学教育剧频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节目是我们薪资战情市这个单元的第一场 第一次的播出 今天讨论的议题就是在谈论 讨论就是乳癌治疗的新方向 从遗传性BRCA基因的检测出发 今天节目内容将会在2020年的11月7号进行首播 之后会把今天的节目内容放在协会的官网 以及YouTube可以供各位有兴趣 及有需要的民众进行所谓的再次观看及查所 也欢迎各位给我们薪资战情市这个单元的节目内容 给予更多的批评与指教 我们今天言归真正我们就来讨论今天的议题 有位林小姐其实要超级养生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冰蜡 可是到最后还是罹患的乳癌 到底为什么 其实林小姐有个家族史 她的母亲罹患乳癌 阿姨曾经罹患过卵巢癌 表哥年轻的时候 在不到中年的时候就因为色乎线癌而过世 这到底跟林小姐的罹患乳癌有没有关联性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基因的突变 再加上免疫系统的缺失 就会让我们的正常细胞 有机会变成癌细胞 进而造成癌症的发生 我们知道说乳癌 其实有5%到10的乳癌 是因为遗传所造成的 那其实遗传的乳癌 吸引乳癌当中 其实最常见的突变基因 就是BRCA BRCA1跟BRCA2 这两个基因的突变 而这两个基因 其实为什么会带来被大家 朗朗上口 其实是拜这个 美国的好莱坞的女明星 叫做安吉尼娜球莉 安吉尼娜球莉 其实她在2013年 曾经做过了一个 很举世闻名的一个动作 就是她做了一个 双侧预防性的乳房切除 为什么她当时会做这样的举动呢 其实因为球莉 本身是一个癌症的家族 她的妈 她的奶奶 曾经罹患过卵巢癌的 她的妈妈 也罹患过乳癌 以及卵巢癌 她的阿姨 也罹患过乳癌 球莉小时候就看到她的亲人 不断被这个癌症所折磨 球莉在2013年 就在跟全世界宣布说 她后来进行了基因检测 原来她真的带来一个 遺传性乳癌基因 Blocka基因的突 一的基因突变 所以在2013年 她就选择了预防性的双乳切除 之后又做了预防性的 酥双侧乳房 酥卵管 跟所谓的卵巢切除 球莉之所以这样子 有这种决定 是因为多片研究显示说 Blocka1的这个 遗传基因的突变 会让这个球莉的乳癌 一辈子得到乳癌的机会 高达87% 卵巢癌的机率 高达60% 所以球莉就进行了这个 所谓的乳房跟卵巢的切除 其实这张照片 秀的是球莉小时候的一个家族照 球莉的家族当中 其实不是只有她的妈妈 不是只有她的阿姨 得过乳骨癌或卵巢癌 她的属丽大的亲属 像这两个也得过了乳癌 像她这一位舅舅得了一张癌 其他是一个 她的家族当中 有许多的癌症 而且这个癌症 看起来有非常多的癌 有不同的癌种 都发生在她的家族成员当中 这张照片当中 其实就有大概 将近有六个人有罹患癌症 如果我们有像 哆啦A夢的时光机 球莉也有这个 也跟哆啦A夢借了时光机 她可能可以让她把时光倒转 她的妈妈 会不会后续的人生 而且球莉的人生 会不会从此而改变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球莉的母亲 在她四十多岁的时候 罹患晚结乳癌 她就进行了 这个遗传性乳癌的精神检测 那为什么呢 因为球莉的妈妈 当时相当的年轻 而且她的球莉的妈妈 也就是球莉的奶奶 得过卵巢癌 是跟乳癌有相关的一个家族史 这时候呢 她如果能够做所谓的遗传性的乳癌 的基因检测的时候 她就有机会发现到 她确实带有一个遗传性 布拉卡1的基因的图片 这时候呢 会不会有 就不太一样了呢 如果这时候 她的乳癌是转移线乳癌 或许她可以用这个 帕布依止剂来做治疗 如果她能够 如果她又是台湾的国民 那就更好了 在109年的11月1号 晚期的乳癌 特别是三期阴线乳癌 这个药物健保还有脊肤 好 如果球莉的妈妈 在当时的晚期的乳癌 使用了这个帕布依止剂 到底效果会有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帕布依止剂当中 相当重要的研究 叫Olympia AD的研究 这研究就收入了一些晚期的乳癌 这些乳癌 有一部分是三一性 有50%以上的病人 是三一性乳癌 有其他的就是 荷尔蒙受的阳性 喝吐阴性的乳癌 这些病人都有做过 遗传性的基因检测 都是遗传性 布拉卡基因的突变 这些病人可能曾经用过荷尔蒙治疗 而且甚至有做过 化学治疗 这些病人分成两组 一组就给他用医生所决定 也就是医生经验上 会用的一些化学治疗 另外一组病人 就给他用帕布依止剂 有没有看看 如果你使用帕布依止剂 对这群的病人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使得病情或药风险 较传统的化学治疗 可以降低42% 而且帕布依止剂 其实效果疗效还不错 大概有六成的病人会有效果 而且会有将近一成的病人 肿瘤完全消失 反观床能化学治疗 只有三成有效 不到大概将近 只有两百分之后的病人 肿瘤会完全消失 所以光从肿瘤的反应来讲 帕布依止剂就远胜于化学治疗 对这些有BRACA基因突变的乳癌病人 另外如果你使用帕布依止剂以后 对三性乳癌病人来讲 他的疾病况外风险 可以降低百分之五十七 甚至对荷蒙受敌乳癌的病人来讲 阳性乳癌病人 他的疾病况外风险 大概可以降低百分之二十左右 而且对整体存活时间 也有所谓的帮助 另外如果你能够让病人 在化转移性乳癌的时候 就赶快用这个帕布依止剂 会比那个月后线使用的病人来讲 他有存活时间延长的表现 如果在台湾 参加转移性乳癌病人 从一到三期 转变成第四期的时候 如果你也有这个BRACA基因的突变 你在一到三期的时候 就有化学使用过化学质量 你在第四期的时候 当你复发者第四期 第一线你就可以去跟健保 申请帕布依止剂来使用 特别是三性的乳病人 他的母亲可能因为这个帕布依止剂 可以让他的毒癌 获得良好的控制 也可能因为有发现了这个BRACA基因的突变 他也可以学后来求莉的作为 去做预防性的卵巢签除 这时候呢 很可能他自后得到卵巢的机会 有可能可以预防 或者是可以及早诊断 他后来发生的卵巢癌 所以求莉的母亲很可能 如果时光倒流 因为帕布依止剂的出现 因为基因检测的确认 很可能让求莉的母亲的命运 得到了改变 求莉的阿姨叫做David David后来在求莉妈妈得到乳癌之后 后来也罹患了乳癌 假设求莉的阿姨罹患的是早期乳癌 他也去做了基因检测 也发现了是BRACA1基因的突变 毕竟他们是同一个家族 应该也就是BRACA1基因的遗传性的突变 假设他真的带有这些遗传性基因的突变 他可以考虑要不要做保乳切除 还是要全乳切除 因为保乳切除的时候 相对来讲 那个患病侧的乳癌 发复发的风险会比健康人 会比其他正常其他的族群要来的高 另外呢 他也可以考虑预防性的乳房 双制乳房接触 这个对他的存活是有帮助 也可以做所谓的输卵管卵巢的 预防性的双側切除 这对乳癌跟卵巢的预防是有帮忙的 而且呢 他在所谓的早期乳癌当中 你可以考虑说他的化学治疗药物 尤其是前导性素前的腐心腐 就是化学治疗药物 要不要弄博类 一般认为来说 普遍认为 博类对于这种 所有BLOCA遺传性基因突变的乳癌病人 是有很大的帮忙 后来囚莉的妈妈如果 因为这个胖鼻之劲 因为基因检测 囚莉的妈妈 囚莉的阿姨的命运 可能会改变 囚莉呢 日后 这些囚莉的妈妈 阿姨的命运有改变以后呢 囚莉的妈妈跟阿姨可能也存活下来 囚莉可能对于癌症的治疗 就不再有那么大的恐惧 他对后来来说 他的人生来讲 或许会有一些改变 虽然大部分的乳癌 都不是BLOCA图片所引起 目前知道 大概只有10%的乳癌 是因为遗传所造成的 这当中 绝大部分 是因为BLOCA所造成的 但是没有检测 你一定不知道说 你到底是不是 你的乳癌 是不是遗传性所造成的 重点是 万一你没有检测 可是你本身就带有 BLOCA的遗传基因突变 我好像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 我相信 球莉妈妈 球莉阿姨的故事 很可能 就有可能会发生在 这个你的身上 所以最后 跟各位做一个总结 了解BLOCA才有机会找到 找对乳癌防治的正确方向 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乳癌 到底是不是遗传所造成的 对你的乳癌的防治 是有非常多的困扰 也会让你的乳癌防治的方向 失去了准心 接下来 谢谢各位的观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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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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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